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10月25号到10月30号,我们组织大家去山西的太原和平遥进行游学 以往的山西我们组织过近北,近东南和近南 近中的,这还是头一次组织 太原的大家都知道山西省的省会,特别低调的一个省会 拥有这个大量的历史文物,比如著名的宋建宋词 还有呢,比如说山西省博物馆,文明侠儿,还有很多小的景点 比如像双林寺啊,比如像天龙山石窟啊,等等等等 平遥呢,就是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了 一城两寺,都是这个联合国的人类文化遗产 包括这个五代时期的建筑,镇国寺 当时这个全国只有就五座五代建筑,它是其中一座 另外呢,还有双林寺,有最精彩的明代的这个彩塑 还有呢,就是这个城内的,比如像文庙啊,清虚冠啊,城皇庙啊,县衙啊 还有那些个钱庄票号啊,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这个历史古迹 所以您如果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前一阵呢,我就看啊,这个李斯本完成末啊,讲了二战盟军被日本俘虏后的悲惨遭遇 这部纪录片呢,讲的是一艘运输英国战俘的日本船在1942年被美国潜艇击沉之后 中国渔民貌似救援的故事 按说呢,人类都进入20世纪了,主要大国已经缔结了基本的国际法 日本不是一直嚷嚷着拖亚入欧吗?为啥日本人在二战时对西方战俘如此残暴呢? 今儿咱就聊了这个 李斯本完号的故事之前的节目里讲过 他原本是日本汽船诸事会社的一艘客户两用船 隶属于日本汽船公司排水量7000多吨 从20年下水服役一直到41年都在跑运输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队急缺运输船 李斯本完呢,也自然难逃被军队征用的命运 而他最主要的用途呢,就是运送战俘 42年日军在香港还关押着1万多盟军战俘 这些战俘留在当地呢,自然是大大的不稳定因素 倘若把他们运回到日本国内,也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于是呢,42年的9月25号 日本兵呢,就挑了1800多战俘用李斯本完号给押运到日本本土 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呢,对战俘都极其残暴 这些战俘呢,被硬塞进船底下三个货舱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那货舱呢,肯定是暗无天日 而且不允许战俘上甲板 为了尽可能多装人 货舱给分割成了好几层 普通人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 甚至呢,上层甲板的士兵闹肚子就得直接到底舱去拉 底下的英国战俘也只能去忍着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之下 航行没多久,就有不少战俘病倒 甚至有些体弱多病的直接就死了 可这比起接下来的事儿都不算什么 10月1号当李斯本丸号航行到浙江周山海域的时候 遇到了美国潜艇卢鱼号 在美军的潜望境里 这艘船没有什么特殊标识 而且呢,甲板上来来去去的都是日本士兵 那么这就是可以攻击的目标 于是呢,他发射鱼雷命中了李斯本丸 李斯本丸中了鱼雷之后在海上漂浮了很久 周围的日本军舰和运输船把大部分船上的日本兵接走 只留下看守战俘的日本兵 这些日本兵把底舱通向外部的通道用木板封死 等于是彻底断绝了战俘逃生的念想 当李斯本丸号在10月2号最终沉默轻浮的时候 底舱战俘有800多人已经永远不可能出来了 而其他的战俘们呢,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想方设法冲破封锁,跳船逃生 周围的日本船,舰撞飞弹没有救援,还开枪射击 等到日军撤走,舟山群岛附近的渔民 总共在海上救起了380多名战俘 而在其中的大部分又被日军重新抓走 在渔民的帮助下藏匿起来 并被辗转送到重庆的只剩下了仨人 不用说被日军抓走的这些战俘又继续被日军折磨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斯本王号的故事在二战时的太平洋战场并不是孤立 事实上二战中日军通过航船大规模转移盟军战俘的时候相当残忍 这些船上恶劣的条件和航行途中居高不下的死亡率 让盟军战俘谈虎色变 为此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地狱航程 1942年的10月日本运输船银空王号从爪哇岛航行到新加坡 船上就装载了1500多盟军战俘 刚才咱们说李斯本王号让战俘居住空间狭小有限都没法站起来 这儿也一样 事实上这也是日本运输战俘的标准操作 更过分的是 运战俘之前战俘居住的底舱根本就没有打扫 之前运输残留的食物在底舱内腐烂变质发臭 而在这里老鼠们肆无忌惮的到处乱跑 这艘船经过了海域在赤道附近 船底舱的温度接近50度 日军故意不给这些俘虏水喝 他们唯一能喝的水就是船舱蒸汽冷净管上滴下的水 整个航程中有不少战俘不堪虐待而死 活下来的也神志不清 有幸存下来的战俘回忆说 但丁底下的地狱也不过如此 比起日军的虐待 更可怕的是日军根本不在船上做任何的标记 所以盟军潜艇经常把这样的船只当作日军的运兵船击沉 在李斯本玩沉没的1932年 日军参与这种地狱航程转移盟军战俘的总共有54艘轮船 其中两艘被集成 在这些消息陆陆续续传出来之后 国际红十字会曾经呼吁日本用专门的轮船运送战俘 并在船上设置专门的标志 日本方面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不出面反驳 但绝不照做 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日军下决心跟红十字会和基本的人性对着干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 一旦自己的战俘转运船被鱼雷击中 即将沉没 日军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拯救战俘 而是想方设法封住战俘逃生的通道 让自己的罪证永远跟船沉入大海 这么一来地狱航船一出事 死亡人数就不会少 1942年的7月1号 日本轮船蒙德维迪亚丸号 运载战俘航行头被美国潜艇击沉 造成将近1000名澳大利亚战俘死亡 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惨痛的海难史 直到现在呢 也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关系当中一根拔不去的刺 2023年蒙德维迪亚丸号的残骸被发现 澳大利亚总理发表讲话 立法规定这艘船的残骸是战争公募 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打捞 1944年的9月18号 一艘名叫顺扬丸的货轮 在苏门达拉西海岸附近被英军潜艇击中沉没 这艘船上呢 装载了2500多名河南战俘和200多印尼劳工 这些劳工呢 没有受过任何的航海和军事训练 货船沉没的时候 只是乱作一团尖叫哭泣 根本没意识跳海逃生 最终这次船战中的死亡人数达到5500人 是泰坦尼克号死难人数的5倍之多 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之一 一直到战争结束 在日军死亡航程中被击沉的船只 记录在岸的是150艘 考虑到日军有秘密转运战俘的传统 沉没的舰船数量绝对不止这个数 这段黑历史是二战日军兽性的另一个注解 要探寻这样的地域航船的成因 也可以有多种解释办法 比如当时日军就有借口说战事紧急 资源不足 只能让战俘受委屈了 如此解释当然不能令人信服 更深层次的解释 根源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心理动机 那就是建立一个日本人至尊的 所谓大东亚共农圈 在这个共农圈里 白人是日本人不共戴天的敌人 必须去死 与同时那些跟白人站在一起的亚洲人 也得去死 在当时的日本 如此宏大叙事下仇视敌人的心态 根深蒂固 所以他们心安理得的干下种种暴行 比如死亡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 再比如李斯本丸和地狱航船 他们一方面理直气壮的虐待战俘 另一方面的潜意识 也知道自己这么做是千夫所指 所以不惜用战俘的生命为代价掩盖一切 往根材上说 这就是丢失人性之后的一群禽兽 而人性在他们身上是怎么丢失的呢 这才是后世的我们值得深深思考的问题 好了 关于李斯本丸号和二战日本地狱航船的故事 咱就去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